纽约市公立医院系统辖下 11间医院今日即时解雇合共396名中层的管理人员 公立医院系统因为成本上涨 加上联邦消资的不确定性 预计下一个财政年度将出现18亿元的赤字 上月初公立医院系统行政总监布瑞斯 已经预告会分阶段裁员 首轮裁员潮则于今日展开 当局强调被裁员工中并无工会成员 当局已安排其中98人在公务员系统内转职 预计裁检这批员工后 公立医院系统可全年节省6000万元的开支 布瑞斯今日表示裁员是痛苦的决定 但精简架构后 管理架构将由过去的6层缩减至4层 相信有助提高医院的营运效率 并强调前线的医护服务绝不受影响 会继续以病人的安危作为优先考虑 纽约市长白思豪昨晚宣布 今年的波多黎各大巡游 取消向波多黎各武装组织 民族解放武装力量前领袖李维拉致敬 期望结束近月的争议 李维拉领导的民族解放武装力量在七八十年代 与美国策划120多宗致命的炸弹袭击 争取波多黎各独立 今年游行向李维拉致敬 令可口可乐AT&T等企业抽走赞助 纽约州长库默 纽约市警察局长奥尔尼等高官也备歌活动 昨日李维拉在报章刊登署名文章 表示对今年的游行 坚持波多黎各当前的经济危机感到难过 他希望外界能够为活动重新找到正确焦点 并称自己不会以受表扬者自居 而会以谦卑的波多黎各人身份 参与今年的巡游活动 希望各方放下己见一同参与 到了昨晚白丝毫发表声明 表示在取得李维拉同意下 取消对他的致敬项目 希望纽约市民继续支持并参加巡游 巡游主办单位发表声明表示 尊重李维拉的决定 希望外界重新聚销 并多多关注波多黎各当下的困局 大都会运输局昨日宣布 计划重组史丹顿岛上的快线巴士路线 不排除取消部分巴士站 以加快行车的速度 大都会运输局计划 删减部分乘客量低的巴士站 并向沿线受影响的2000多户居民及商户 进行问卷调查 最终获得居民认同 有部分居民指出 巴士线每一个街区都设巴士站停车上落客 根本是没有必要的 如果减少车站数目 可以换来更快整的行车速度 他们不会反对 当局预计计划一旦落实 乘客每乘可以缩减40分钟乘车时间 当局未来会继续作为公司群 让居民参与重组路线的工作 纽约市长白思豪宣布 将启动10亿元公司营发展计划 在布鲁伦 布鲁斯威尔发展2500个可负担房屋 以及其他文艺教育的设施 布鲁斯威尔是全纽约市最穷困的地区之一 人均年薪仅得3万2000元 治安也属全是最差 白思豪近日连同纽约市房屋发展局 召开记者会 表示未响应地区居民及团体的要求 将提出公司营发展计划 以振兴当地的经济改善治安 在未来数月 房屋发展局将把布鲁斯威尔的三幅地皮 作为公开招标 新建750个可负担房屋 市政府也会投放1亿5000万元改善区内的公园 街道 马路等公共设施 并会兴建全新的青年中心和诊所 预计工程在未来五年会陆续上马和落成 如于了解更多的详情 可浏览网站nyc.govbronsquill 皇后区Middle Village一名患有脑退化症的长者 因长期擅闯他人车辆 拿走他人财物 而被控三级擅闯他人车辆和轻微的盗窃罪 Middle Village的居民表示 肇事的伯伯现年82岁 在区内居住 经常带着小狗散步 并会逐一尝试打开停泊路边的车辆 一旦发现车门没有上锁 就会上车随意拿走车上的财物 一名邻居表示 曾独留5岁的女儿在私家车后座 当时车门并没有上锁 结果被老伯闯入车厢 吓得女儿尖叫 从此蒙上阴影 到两星期前 终于有邻居忍无可忍 于是拍下老伯 擅闯空门的影片并报警 其后老伯被警员拘捕 虽然有被起诉及发出法庭传票 但很快便获释 继续擅闯别人的车辆 警员向邻居表示 老伯并非蓄意犯案 但邻居认为 年老与患病并非犯错的借口 老伯的太太回应时强调 老伯患有脑退化症 督促邻居们不如锁好自己的坐驾 而非叫老伯治罪 总统特朗普昨日宣布 美国将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纽约市内多座建筑物都用投射灯 将外墙转成绿色 以示对协定和环保的支持 昨日市长白思豪将外墙转成绿色的市政厅照片 上载社交网站 表示纽纽约市支持巴黎协定 指出纽约市2012年曾遭飓风桑迪柔令 强调气候变化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另外帝国大厦的塔尖 以及连接皇后区与布鲁伦的 柯西阿斯科大桥 昨晚也变成了绿色 以示对环保工作的肯定 接下来关注社区新闻 法拉盛商改区 连同市议员顾雅明 以及第七社区委员会 一日在41路上宣布开始 新一轮清除涂鸦工作 预计在11月之前清理200多处涂鸦 并表示涂鸦者若被抓到属于犯罪行为 接下来看详细报道 法拉盛商改区执行主任余电松表示 商改区在过去两年中 清除了200多处涂鸦 单是过去一年就耗240个小时 用于清除工作 并表示清除涂鸦是一场持久战 市议员顾雅明表示 在过去三年里 他的办公室出资近17万元 用于法拉盛商改区的清除涂鸦工作 他说在纽约市的公共区域 比如他人店面招牌 或者邮政局邮箱等处涂鸦 是犯罪行为 在公共地方人家的财产 厂上人家的招牌上 这些人都不管了 冷漆漆啊 油桶啊 都是人挖的是这个是不对的 非体涂鸦在柳约是一个犯罪 不是好玩啊 如果给人家抓到是 起码是misdemeanor 有些是falor你 所以我告诉大家 看到小孩子做涂鸦的话 不要叫他做涂鸦 就马上停止 顾雅明还呼吁民众 如果看见涂鸦行为 应拨打311报告 若商家或居民楼 需要免费清除涂鸦 也可拨打311联络 华尔电视机长财本报道 市议员 顾雅明与非盈利组织皇后区联盟 宣布联盟旗下的免费编程课程 从即日起至6月30日接受报名 编程课程将为低收入和不同族裔教授专业编程技能 接下来看详细报道 皇后区联盟拓展部主任Chris介绍 自2001年以来 有160名学生参加了编程课程 并进入包括谷歌与领英等各大科技公司 年薪从18000至85000元不等 市议员顾雅明鼓励学生积极报名 并表示现在许多公司需要编程人员 通过学习新的技能 年轻人可以有更广阔的职业发展方向 申请参加编程课程的学生要求是18岁以上 且年收入在45000元以下 住在大纽约地区的市民 课程长度约为10个月 即日起开放报名 8月开课并有144个名额 报名截止日期至6月30日 华语电视记者采访报道 查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